编曲 李宗盛 作词 李宗盛 作曲 李宗盛 编曲 李宗盛 《阿摩法则》第一章 冰封森林 小说是这样开始的 我们的主角杜卫 和他的独人达达尼尔 和同伴姓骑士侯塞欣 一班人为了拯救中了魔法咒语的同伴 很大胆地挑战回到山女王 試圖得到牠的眼睛 變成藥水解救同伴 牠們冒著寒風刺骨的風雪 在冰封森林裡面 冒死地一直向北走 這次這麼艱辛的征途 牠們一直受到惡魔的襲擊 傷痕累累 在第二天的下午 三個人越來越接近對王的城堡 突然之間有無數的咳咳聲 樹開始移動 樹人竟然醒了 有無數的樹人越來越多 我們被樹人包圍了 我們要準備戰鬥了 在一大群樹人裡面 突然之間有一個特別巨大的樹人 走出來了 牠的名叫做伍德 伍德指著城堡入口被石化了的人類騎士 牠說大約在二十年前 這片美麗和諧的土地 來了一個巨大的惡魔 叫做梅杜沙女王 一個大魔法師 和一大群高級騎士 挑戰女王 結果幾乎全軍復活 最後只有魔法師走出來 原來那些樹人 是要提醒我們 前路是多麼危險 杜維笑著這麼說 多謝你的提醒 不過我們一定要打低 杜梅杜沙女王 因為同伴等著我們去救他們 接著伍德 然後在自己的樹幹裡面 找了一陣 燜了一塊金色的樹葉 他說 如果有危險 就把它插在地上 或者可以保護到你們 杜維笑著這麼說 好吧 那我們就進去看看吧 經過樹人的指引 三個人終於到達城堡了 突然之間 走了一隻很大的老鼠出來 是敵人 侯蔡恩手起刀落 正當想把這個這麼大的老鼠 一分為二的時候 突然之間老鼠很害怕地說 我…我…我…我是人類來的 我…我…我…我真是人類來的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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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騙你的 跟著老鼠很晦氣地說 其實我曾經也是一個魔法師來的 那個名叫格格毛 在二十幾年前 來到這個冰峰的森林裡面 得罪了梅杜沙女王 是他將我變成老鼠的 格格毛老鼠說 我在很多很多年前 和不怕死的勇士去挑戰女王 但全部都無一恨面 難得有緣相見 我都不想你們白白送死 不如你們現在還是走吧 杜維說 我想得到梅杜山女王的眼睛 格格霧吞吞了一聲 天啊 這一刻 在老鼠的眼中 就是見到三個瘋了線的人 杜維照著說 達達尼爾 你就和侯塞恩兩個人一對 我自己一個人走 大家出發吧 就是這樣 杜維就自己去找梅杜山女王 最後 杜維施設了什麼白寶 令到梅杜山女王對杜維死心塌地 而侯塞恩又遇到什麼奇遇 令到她的實戰能力再次暴升 成為神聖騎士 如果想知道更加多的內容 請各位繼續留意 em.gameone.com 請我下回分解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TORONTO MING PAO TORONTO